胸不痛 胸不痛 哦 那个 那个 一根棒棒从天上升下来 升下来 他们说知道我的想法了 知道我的想法了 知道我这边很谨慎的 在描述这个事情 很谨慎的描述这个事情 也许吧 他们想 可能他们真的显示在 比我们还够几位的空间里面 他们以为已经下到了很低的位置 实际上还在很高的位置上面 那么他们继续往下 那么继续往下 当然根据我的描述 我说风可能已经到了这边 所以他们也就循着这个风啊 往下探 为什么风能够到达我们这个空间 其他的那个 到达我们这个空间呢 所以他们来考虑这个问题 考虑我讲的这句话的 含义里面到底什么啊 我讲的这句话的含义里面到底什么 嗯 那个风啊 几年前就已经到了 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 有变化了啊 几年前就 我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啊 包括最近也是 这个风也都没有停过啊 但其实其他的物质能显现呢 它不是说那个非得的问题 而是我们眼睛 确实很难看到 那么很难看到的情况下 我就说有一条 我们不能看它地球上 那种邪恶事件 天天都在破坏我们这个社会 又破坏以后很难 新活回去啊 所以呢 在没有血液之前呢 很多 邪恶事件 我脑袋里 告诉过你们的那些事情 应该可以早点动手 早点动手 不然晚了就来不及了 晚了就不可念了啊 不可念了啊 所以有的事情应该早点动手 好 把信息拔出去了啊 好 知道了啊 知道了啊 好 再见啊 再见啊 再见